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思雅 我的N-Star 联名系列要上市咯 这次的设计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花仙子跟精灵的概念 一样有我的风格 像这些bling bling啊 像小仙女啊 蝴蝶结啊的这些元素在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穿起来比例一定要非常好 又要很好走 相信买过我联名鞋子就知道了 非常好穿 期待联名鞋上市 今天一整天拍摄辛苦了 那就是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想来跟思雅进行N-Star的联名快问快答 那第一题 此时此刻你的脑海中 有没有拍摄完之后最想做的事 大吃一顿 因为我为了这次的联名鞋 我很努力的瘦身 今天拍摄的时候 看那个侧面 哦 真的好瘦哦 我觉得就是很努力很辛苦的筹备这次的作品 希望就是拍摄出来的成果是可以让大家喜欢的 然后也会觉得说 哇我们很用心的准备这样子 那今天拍摄下来心情如何 其实我是又紧张又期待 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 我其实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已经越来越会打扮了 然后大家也开始注重节日啊 仪式感啊 所以我觉得我的款式非常的适合在生日啊 派对啊 或是你觉得你今天就是想要穿战袍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搭配它 因为我觉得一双好的鞋子会让你加非常多分 我想要让所有女生穿上它 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仙女 觉得女生就是应该好好宠爱自己 穿好的鞋子 然后好的款式 让人家觉得你非常的有品味 然后又可以跳脱出你的风格 这样子 那思雅以往就是春夏会喜欢穿什么样的穿搭 我跟你讲这些鞋就是包办了我的春夏了 因为就是都是我会穿的鞋 我的IG有偷偷的宣布光 然后有很多就是小仙女 甚至是男生私讯说 思雅请问一下你这双鞋在哪里买的 他想要买给他的女朋友 我必须说就是亮晶晶的东西啊 我们要把它设计的是有质感的 比如说像这个细跟娘鞋 我们就选择这样子比较细的这个钻 然后像这种蝴蝶结的啊 或是就其实每一个钻我们都很精心挑选 而且就是我跟白娘对钻这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的要求也是蛮高的 所以其实在这中间我们也因为选择钻啊 这件事情也讨论了非常的久 他那个钻的闪度都不是一般的闪 很bling man 而且我跟你讲这双很特别的是 你今天不想要那么浮夸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我们把它特别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扣子 你想要浮夸就浮夸 那你想要浮夸就浮夸 那我一定是浮夸 那你觉得呢 凉鞋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存在 如同呼吸一般重要的存在 因为我就是有一个称号是凉鞋女王 这是我身边的朋友给我的封号 因为我觉得凉鞋就是很方便啊 很舒服啊 然后又很好搭配 裤装也可以 洋装也可以 休闲也可以 就各种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这次也是有设计 就是比较这种素面 然后好搭配的这种款式 而且很厉害的是 它是可以拆的 它可以变成拖鞋 我觉得黑色跟这种女性色 任何女神穿都会很好搭配的 那这个肤色呢没有特别挑选过 会让你的肤色穿起来变白 然后不会显黑 这是联名的鞋款有几款 有七款 应该是算是破纪录了吧 因为每一款都太喜欢了 无法割舍 比如说如果是这个样子选 我又选不出来啊 如果是这个样子选 我也选不出来 然后板娘就说 它就全部做好了 我会说S的板娘真的是很好的老板欸 然后因为每一个款是其实 比如说像这一款啊 它后面的跟就是是有香包食的 就其实每一款我们都有做到一点不一样 跟一些特别细节的地方 而且这样的款式 其实我在街上穿还没有装鞋过 我觉得爱打扮的女生啊 看到漂亮的东西啊 会不晓得要去哪里买 我跟你讲 就买我的联名鞋就對了 就是如果大家漂亮 都是仙女穿我的鞋子 我也觉得很开心 有没有哪一款是你最喜欢的 蛤我选不出来 好罚的 一定不能错过 这两双布箱上下 这一款其实它很亮 但它可以很日常 基本上出门都会穿它 我去逛百货公司或是逛街 一定都会被问这双 比如说你搭一个小裙子 就会很好看 这双为什么我会犹豫呢 是因为它适合去那种就是 比较比如说录节目啊 宴会啊 尾鸦啊 你穿这双你就是焦点 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跟 其实坐得很稳 然后又很漂亮 还有这个彩虹光 主要是这个蝴蝶结啦 所以我这两双就 我刚刚在犹豫就无法舍弃 其他款式的我觉得也都很好看 就希望大家全部都买回家 哈哈 那再来就是还有两款 吃牙刚还没有帮我们介绍到 这双呢 是我觉得如果你人生第一次尝试这种 珍珠啊 钻的系列的这种风格的女生 你一开始可能觉得 啊 我还不敢尝试这么浮夸的 那你可以先从入门款开始 就是这双珍珠的 而且你这双珍珠的后面 其实这个跟的地方也都有做相钻 它的跟高也蛮低的 平常逛街啊什么的也都很好搭配 然后另外一双呢是这个 家出版的酒杯跟 然后比较像韩戏小姐姐的这种 出根的凉鞋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尝试高跟或凉鞋 希望大家就是呢 有一个好的经验 所以我们做到的是出根 让你比较稳 又做着细带 所以它会让你的整个视觉 看起来是很修长的 当初在讨论这个版型的时候 希望就是大家 努力的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去挑战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这个裸肤色也是最显白的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偏白嘛 有些时候挑色我可能会有盲点 所以我们其实有不同肤色的小编 就大家会一起测试 所以我们测试出来就觉得 哦这个颜色很好看 这次我们也有正品 没错这次因为我觉得 我们就是一个花仙子 精灵小千金的这种风格 所以呢就帮大家准备了这个 蝴蝶结的发夹 走千金风啊纯玉风啊 都会用到这样子的发夹 然后因为蝴蝶结就是 跟我们花仙子又有呼应 就是蝴蝶飞舞的感觉 所以就是做了这个 很梦幻的发夹要送给大家 只有限量120个 一双就有一双就送了 看我们的鞋盒这么漂亮 这个颜色很好看 有这个鞋盒呢又有这个高级的皮质 又好穿又舒服又好看又有质感 然后又有这个正品 嘿嘿嘿 怎么办没有缺点 嘿嘿嘿嘿 怎么就希望所有买回去的 小仙女都会买得很开心 那最后想要问 施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说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不要畏惧别人的眼光 喜欢什么就穿什么 人生只有一次 如果你不去勇敢尝试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还有你可以走到什么地方 所以希望这次的联名鞋 也可以让你们鼓起勇气 勇敢做自己 穿出属于你的风格 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希望我也可以看到你们 很多的穿大罩分享给我 真的很开心 谢谢 那今天感谢施雅 那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社群平台 我的Facebook呢是 陈思雅糖果 IG呢就是SYA0103 就可以搜寻到我咯 我是诗情画意的诗 施雅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Astar联名系列 那更多详情 我们就直接下载影片下方咯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 收工 谢谢施雅辛苦咯 辛苦咯 大家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